先提醒各位,我們下禮拜的考試 下一禮拜的考到電漿製成 下禮拜是期中考週 可以接到考試 我們上週接受到電漿 而電漿講到的就是 最重要的三種非彈器碰撞 離子化碰撞 還有激發收集碰撞 跟分解碰撞這三種 而這三種呢 碰撞靠電子在交流電廠下來 來回進行碰撞 而我們上班介紹到說 電子要發生碰撞 它需要從交流電廠獲得能量 但是因為整個槍體 整個電漿槍體是非常小的槍體 電子跑的距離很基本上不長 那它就會發生碰撞 可是如果今天電子在槍體裡面 太容易發生碰撞的話 它就很難離子化 它就很難發生離子化碰撞 因為它的能量不夠 那怎麼辦呢 就只好槍體要抽氣壓 把氣壓降低 那壓力並低呢 每代位停機的 粒子數量會比較少 那它就可以比較少發生碰撞 進而累積能量 累積能量 但是 如果你今天抽的氣壓太低 使得 我的電子雖然可以獲得很高的能量 但是氣壓同時也降低了洪撞機率 當有洪撞機率降得太低的情況下 可不可能它更沒有發生到洪撞 就撞到槍體壁了 或者是就直接來了沒有洪撞 怎麼辦呢 我們上禮拜介紹到加磁場 電子在磁場內 給一個磁場後 電子就會受到 跟磁力線垂直方向的作用力 基本上它就會螺旋運動 那電子進行螺旋運動呢 它可以在小的距離 小的距離裡面 假設一個槍體很小 可是我螺旋運動的話 我走的路徑就可以變得比較長 那走的路徑變長呢 你同時也可以增加洪撞機率 使得如果在你低氣壓 或你的氣壓非常低的情況下 氣壓非常低 電子光益發生洪撞 肯定要在這麼小的槍裡面 讓它產生洪撞的話 唯一的辦法就是 讓它螺旋運動 讓它的走路徑變長一點 既可以加速 又有機會增加洪撞的機會 就是旋轉洪撞 而磁場不只是有這個好處而已 磁場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在磁力線的作用下 電子的螺旋運動 而螺旋的軌道半徑 會跟這個代電和粒子的質量 跟電量量有關 質量跟均格量有關 換言之 產生出來 電漿裡面 產生出來的代電粒 前面講過 電漿裡面的代電粒 發含電子跟粒子 那這兩個都是代電粒 代電粒在磁場的最後下 代電粒在交流電子會移動 在磁場最後下 有螺旋運動 而你的磁場不同 或者是這個代電粒子的質量跟電克的克制比不同 軌道會不同 那這個原理呢 會用在粒子物質的時候 怎樣呢 假設今天有一堆氣體進來 我游離化 假設我今天有AB分子 AB的氣體分子 打進這個牆壁裡面 電子去封撞 產生 游離化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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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撞出什麼呢 可能撞出A磁子 也可能撞出B磁子 所以A磁子B磁子都可能產生在這個電腔裡面 可是如果我只想要抓A磁子出來怎麼辦呢 我就適合這個方法 我給他一個磁場 使得他會鎖定A磁子的赫子比 然後撞出一個軌道半徑 而只有符合這個軌道半徑的離子 可以離開這個牆壁 不符合這個軌道半徑的離子 沒辦法離開這個牆壁的話 你就可以單一的萃取出 很純的單一種類的離子出來 舉例來講 今天 我有一個AB分子 是氣體的 然後經過電子碰撞之後呢 可能會產生A磁子 可能也會產生什麼呢 B磁子 還會加上好幾個電子 可是有A磁子有B磁子之後呢 這個氣體裡面充滿這麼多情 那我要怎樣把A磁子跟B磁子 獨立抽取出來 那藉由的就是這個磁場中力 今天這個槍底裡面 這個槍底 裡面有燕磁 然後同時有A磁子 也有B磁子 那你給他一個磁場 然後給他一個軌道 那這裡就會有所謂的軌道半徑 這裡就會有軌道半徑 然後呢 只有符合 你要知道軌道半徑 不同赫磁的 電荷跟質量比 如果不同 當然他也跟磁場有關 不同的磁場 他會挑選出不同的赫磁 經過這個軌道 經過這個軌道 這部分在磁場中的磁場裡面 會有一個詳細的突化出來 因為他的回轉半徑不同 回轉半徑不同 我可以讓A磁子 符合這個回轉半徑的時候 B磁子 同樣的半徑對他 就不是他的回轉半徑 他就沒有辦法繞出來 他可能就 撞出來空撞 空撞 空撞 然後就直接 塞尋掉 就如此類 這部分呢 會在磁場中 跟各位介紹 所以 回轉半徑 跟赫磁 跟磁場有關 當你回轉半徑固定了之後呢 我可以選擇不同磁場 來符合不同的赫磁 如果我今天選擇 A的赫磁 那我就要對應到 A赫磁的磁場 讓他符合我槍體的回轉半徑 如果結果我對到 B磁子的赫磁 我就要選擇另外一種磁場 讓他相關要等於 固定的 我的槍體用的回轉半徑 好 好 那至於波茲曼分布 他其實描述什麼呢 在一個固定的槍體溫度下 固定的槍體溫度下 具有多少能量的變質 具有多少能量的離子 或者是說 離子在這個溫度範圍下 有多少比例是高能的 多少比例是低能的 他基本上 他基本上符合熱力學 所計算的波茲曼分布 波茲曼分布只是高重量 在穩定的狀態下 穩定的槍體裡面 他固定每一個溫度 會有每一個溫度的波茲曼分布 波茲曼分布描述的是 例子在高能量跟低能量 他出現的機率分布 所以波茲曼只是描述一個機率分布而已 所以像你溫度越高 高能的粒出現的機率就高了 溫度越高能的粒出現的機率就高了 溫度越低 高能的粒出現的機率就得比較低 而我們上禮拜介紹過 電漿裡面呢 當電子收拾被電廠加速獲得動能 然後去跟氣體產生碰撞 撞出離子之後 電漿裡面在帶對顆粒 就同時有了電子跟離子 而電子質量很輕 離子質量很重 電子很輕 離子很重 所以電子移動速度很快 電子很容易產生一堆電子 然後又很輕 而它移動速度快 所以呢 當撞出一堆電子的時候 電子就會大幅度很大量的產生 大量產生 並且會隨著交流電廠 又往上跑又往下 所以這個電子很容易怎樣呢 產生出來之後很容易 碰撞到你整個 整個裝電漿這個槍裡 就是一個反應的chamber 反應室 這個反應室的四周 就很容易附著很多的電子 因為電子冷清又很會跑 所以很容易撞出來之後 隨著電子到處跑 到處跑之後 你的槍體就會附滿了很多的負電荷 而負電荷的累積就會造成槍體的電位 是低電位 是比較低的電位 也就是怎樣呢 槍體的管閉 槍體的管閉 如果都是負電荷代表什麼呢 它會吸引正電荷過來 會排斥負電荷過來 那就相當於它其實是一個低的電位 低電位是會排電子吸正電荷 所以變成怎樣呢 產生電漿 電漿裡面有很多電子 電子跑得很快 所以導致你的反應槍體 跟你的電子 就會累積電子在上面 或電子會撞擊到它 留在那邊 那這時候呢 電漿裡面的離子氣體 就變成相對的高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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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導致電漿本身 跟電子之間 出現一個電位差 出現一個電位差 這個電位差 稱之為翹層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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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後 由這個C圖來看 當你的槍體裡面中間 到上下電極板 然後中間有一堆氣體 然後呢 給它能量較為變成之後呢 它產生電漿 先會講過 電漿的一種工裝叫做 激發松弛工裝 會發光 會發光 所以電漿本身會發光 而電漿撞出來之後呢 電子很會 使得電子容易束縮 在電機上面 所以電機上面束縮的 就是電子它的電位就會比較低 它的電位就會比較低 它的電位就會比較低 好 所以跟電漿的兩側 電漿的兩側 比較 我們稱之為暗區 為什麼叫暗區 因為電漿的發動動在中間 而這邊呢 電子主要因為附著在槍體的 所以電子需要少 電子需要少 它就比較不會去 就沒有意思去產生工裝 那電漿的密度就比較小 那就比較不會發光 所以就稱之為暗區 那 大根電漿的地方就是亮區 就是亮區 就是亮區 因為電漿會發光 電漿會有 急發送期 對不對 那所以變成都導致電漿的中 整個電漿體 跟電脊 或者是槍體壁之間 會產生一個電位差 會產生一個電位差 而這個電位差 就會造成什麼呢 造成電漿裡面的離子 離子 受到一個 這個電位差 相當於是一個直流電位一樣 它就相當於一個直流電位差 所以離子就會受到這個電位差的影響呢 被吸引到去撞擊這個電極 它就會造成離子 被這個電位差影響去撞擊 被吸過來 去撞到這個金屬板上 就會產生所謂的離子空氣 因為電漿裡面 電漿是中性性 而靠近槍體壁 跟靠近電極裡面的負電核 基本上都活在電體上面 就形成了一個電位差 這電位差就是撞成電位 撞成電位差的這段 就稱之為暗區 稱之為暗區 因為那個地方 就沒有產生 那個激發和鬆弛控裝 因為電子水就少 電子少 就沒有 比較不會發生 激發鬆弛 就不太會發光 所以這個撞成電位 就會把電家裡面的離子 給它一個電位差 讓它加速移動 造成離子空氣 所以如果今天我加一個濕片 加一個SANFO 放在電體上面的話 這個離子就會空氣到機能表面 那就可以做什麼呢 又做10顆 又空氣的時候 這個空氣可以怎樣呢 可以把材料 從靜位表面給離除掉 撞擊碰撞離除 那它就具有10顆的效果 所以 產生電家的時候 你的槍體基本上 都會遭受到離子空氣 任何靠近電家的材料 都會受到離子空氣 那離子空氣的話 它可能是個移除過程 因為撞到你的材料表面的時候 它就會將你表面的原子 可能給撞擊掉 就變成移除 將原子充銘的材料表面給移除掉 這本身就是個10顆製成 所以呢 離子空氣會你整個到10顆速率 還有選擇性 就是很多 這我們在10顆的章節 就會有講到 甚至如果你的電家裡面 裡面 我們之前講過 它有什麼工裝 叫分解工裝 分解工裝 會產生什麼呢 自由氣 那你這個自由氣 化學活性很高 如果今天你有細的自由氣 又有氧的自由氣 那它們就很容易 反應形成 二氧化系的氧化物 那它就可以變成薄墨層氣 因為這個二氧化氣 如果是在你精鹽表面上 反應形成二氧化氣的話 你就會多一個二氧化氣活摩在你精鹽表面 可是在成績的過程中 不要忘了 同時還會有離子空氣 離子空氣 離子空氣是一定一直都存在 在產生變強的槍體 一定會存在離子空氣 只是你這個槍體是用來 時刻用還是活摩用 都會遭受到這個額外的離子空氣 那影響離子空氣的主要有兩個參數 一個是空氣的時候的離子能量 一個是空氣的時候離子的流量 就是單位時間內離子的數量 離子的數量 離子的能量跟離子的流量 流量其實就是每單位時間 流過多少的離子 離子的數量 這裡來有一個人講到離子空氣的程度 而離子的能量主要是來自於什麼 離子空氣的能量其實是來自於翹層的電位差 翹層電位電位差 我剛剛講過是因為很愛跑的電子附著在槍體旁邊 而這個電位差能夠有多大呢 其實就看你產生出來的電子數量有多多 因為附著的附電盾越多 這個翹層電位差就會越大 所以翹層電位差它平常到離子的能量 而翹層電位差它跟你產生電竿之後 撞出來的電子數量有多大 所以影響到電子數量的東西就會影響到你的能量 所以影響到電子數量的包含什麼呢 功率的攻擊 反應器的壓力就會發生碰撞 然後就會發生碰撞 電競之間電競之間的間距 跟你說是這麼輕 也就是怎樣呢 凡事跟產生碰撞 跟產生電量所需要碰撞有關的 都會影響到撞出來的電子數量 那既然就會影響到翹層電位差 而就會影響到什麼呢 離子溫解的能量 那流量呢 流量跟電競的密度有關 可是電競的密度呢 其實又跟剛剛所講的 跟產生出來的電子數量也有關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 在我們現在講的電競機制裡面 你的電子離子能量 與離子流量 根本沒有辦法跟密度一起 離子流量要大 那電競密度就要高 電競密度就要高 就要怎樣呢 就要具有高輪的電子數量多 並且碰撞也要夠多 才能夠轉得出來 而電子數量多 當然就會讓離子的空氣能量 變得更大 因為翹層電位就會更大 因為電子數量多嘛 它附著槍體的數量更多 電位差就會越大 所以你會看到 離子的能量跟流量 基本上它們是相依的 它們是相依的 也就是我們家屬設計 所介紹最基本的電競產生器 平行版電容式的電競產生器 離子的密度 離電競的密度 跟電子的數量 基本上是相依的 是相關的 沒有辦法獨立控制 而電子的數量又會 影響到翹層電位差 而翹層電位差 會影響到離子的空氣能量 所以這兩個是分開的 再來是有基本的 體系版電容 另外一個 還有一個影響 影響於衝擊的是什麼呢 不要忘了 我們的外部的能量 是來自你的交流電 RF的交流電壓 RF交流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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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交流電腦 如果跑太快 以前講過離子比較重 跑得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的頻率太高 就不太影響到離子的運動 因為離子根本跟不上 可是如果你的頻率低一點的話 你的離子還是可以受到 這個交流電腦的影響 緩慢移動 所以在低頻的時候呢 你的射頻的頻率 會影響到離子的能量 只要離子低的話 你的離子就會受到 交流慢電腦的影響 那交流快電腦就沒有用 沒有根本來不及反應 所以變化 緩慢的交流電腦 離子就有機會受到電腦的重力移動 進而得動動 因為它受到電腦的重力而移動 就會產生速度 就會混合而外的能量 所以在低頻的交流電腦 可以給離子能量 所以講到整個電腦的過程當中 整個電腦裡面 所以可以一直可以產生 直流可以壓的 其實就是什麼 電腦到電腦之間的電位差 就是所謂的翹層電位 剛剛是介紹翹層電位 翹層電位差就是從電腦到電腦 中間這一段的電位差 這個翹層電位差 這個翹層電位差 說穿得起就是電腦的電位到電腦的電位 電腦電位到電腦電位 電腦電位到電腦電位之間的電位差 就是翹層電位差 所以它當然是由電腦的電位 電腦電位跟電腦的電位 電位的差異值所決定 就會決定了你一直的直流可以壓 而電腦的電位永遠高於附件其他東西 是因為電腦一產生 電子就會附著在電腦旁邊的牆壁裡面 電子一附著電位就會變低 結果到這種呢 電腦的電位相對來的流程比較高 電腦的電位相對來的流程比較高 然後呢 所以 電腦的電位在整個交流的周期裡面 都比接近的電位來的高 都比接近來的高 它是相對的高電位 因為槍體四周 基本上都會讓槍體接近 都會讓槍體接近 而槍體就是相對的低電位 它就會導致電腦電位相對來的直到電位 相對來的直到電位 因為我們之前要畫 好 整個電章的設計是什麼 整個電章的設計是 有平行版的 平行版電極 平行版電極 然後其中一個平行版電極接近 另外一個平行版電極呢 JRF Power JRF Power 而槍體四周跟電極都會附著電子 使得這裡電位是低的 然後中間的電章的電位是高的 是高電位 而電極的這裡是低電位 所以電極的電位都有電一電位來的高 所以大量電極跟電極之間 就會保持一個翹成電位差 就是直到電位差 那這個電位差呢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直流偏壓 就會浪比一致 因為這電位差 獲得能量 轟擊你的 或者轟擊你的電極 或者轟擊你的槍體 因為你的槍體是低電位 而這轟擊的能量 就取決於這個直流偏壓了 也就是這個電壓電位差 電位差越大 鼻子轟擊的能量就會越大 所以這就是一個示意圖 兩個平行板 兩個直速板 一個是接力 一個接RF 然後呢 電降在中間 而電降的電位在中間 兩側的電位是低的 就造成中間電位高 兩側的電位是低的 那這裡如果當低的話 那這裡就是高電壓 就會高電壓 然後呢 這個地方是接RF 它就造成這個電位會上下上下 上下上下 所以你一直轟擊的時候 會轟擊這邊 你會轟擊這邊 可是當這裡的電位 才高的時候 就不會轟擊這邊 這邊電位壓力的時候 才會往這邊轟強 所以基本上 基本上因為這裡都在電化 而它如果跟不上這裡的速度的話 它最主要還是轟擊 接力電位 最主要還是去轟擊 接力電位 那只是說你的RF的能量增加的時候 如果今天你的射頻RF能量增加 代表什麼呢 代表中間產生電漿的能量 可以更多 你就會產生更多的電漿 產生更多的電漿 也代表什麼呢 你產生了很多的電子出來 產生很多的電子出來 可能就會造成這樣 更多的電子可以附出在槍體表車 你的電位差就可以差更大 所以射頻能量增加的時候 電漿的電位跟自由偏壓也會增加 你就是電漿越濃 你的翹成電位差可以就越大 就可以會越大 所以電漿的電位 也會受到這個RF的能力影響 壓力跟電競 說穿了電漿電位去決於什麼 你產生出來電子的多少 對吧 只是你產生出來電子靠了碰撞 同時會產生電漿 這就變成它跟電漿密度很難脫鉤 因為我們要的是 產生電漿裡面的電子 會影響到電位差 可是產生出來的電子 就代表什麼呢 它也發生離子化風狀 因為離子化風狀 會產生出新的電子出外 就代表你這裡的離子數量不會淹落 所以變成離子的數量跟電位差 目前看起來能夠增加離子數量的東西 它就會增加電子數量 會增加電子數量的東西 它就會增加電位差 目前看起來是這類的 所以你會看到 功率會影響到電漿密度 進而影響到什麼 離子的能量 當然它也影響到什麼呢 離子的流量 因為是數量跟數量之外 那有什麼辦法可以獨立的 在同樣的密度之下 想辦法讓電位差更大 有一個辦法 有一個辦法 什麼辦法呢 當我固定RF號之後 我產生出來的電量密度固定 我的電子數量就會固定了 可是呢 電極又來了 我要才可以讓電極的電壓 越來越負呢 你要讓電會更負 就代表什麼呢 你裡面的電子密度 要更多才行 可是電子密度是由什麼來計算呢 電子密度當然是由你的 你的槍體或是你電極的面積 然後呢 看上面有多少個電子索壓 也就是電子數量 除以電極的面積 就是電子密度嘛 電子密度越高的 就越低一點位 那如果今天我的電子數量一樣 我要只要提高電子密度 就是將我的電極 縮向 就是將我的電極縮向 我電極縮小 一樣多的電子 集中在小面積的電極 那我小面積電極裡面的 電極的密度就會變大 那我的電位就會變得很富 就會變得很富 所以呢 你的基本上要怎樣才可以增加你的職能力 應該呢 縮小面積 你的面積越小 我是因為我收到的電子數量 如果一樣多的話 我面積越小 我單的面積的電子數量就會變多 那通常我的電量就會更低 而 電位差跟面積是成四次方反比的關係 是跟四次方反比的關係 所以面積只要變成原來的二分之一 那你的電位差會變成十六倍 很恐怖 所以變成怎樣呢 如果你今天壓很強的離子轟擊 被轟擊的那個地方 那個電極的面積就會做得比較小 因為它就要增加十六偏壓 所以一般如果你的電極產生出來 是用作十顆的話 用作離子轟擊來移除材料的話 也就是說在四次上的話 電極通常會不對稱 離子轟擊的那個電極 也就是下電極 或者是接力電極 就會做得面積比較小 因為面積越小 它的負電位就會越負 那它的轟擊的能量就會越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原本如果是 如果今天你的電極 今天假設你的電極裡面的滯溜 電壓是V1 所謂V1指的就是 電極到電極之間 電位差是V1 而其中呢 電極電位是V3 V2 是電極的電位 什麼叫做電極接地 電極牛肉接地啊 所以大家有没有画 VUV都在支持你 不管它 你只要知道什麼呢 電位差會影響到離子同期 而電位差要大 電位差要大的話 你就是將電極做的不對稱 越小的電極 它的電子密度就會比較高 電子密度越高 電位就越高 那它的直流平安就會越大 就會產生越高的營量離子同期 那這個動作會用在10顆製程上面 所以如果今天電量產生是用你做10顆的話 你的10顆反應式的腔裡面電極就是會不對稱 那一般的電極 如果電極是3比1 直流偏壓V1 直偏壓V1-V5 這什麼東西啊 直流偏壓 直偏壓 什麼時候拖烤前面表出來是偏壓出來 前面都只有講偏壓 自偏壓 是電極上所形成的負電壓 這裡寫了 這代表什麼呢 電極上的負偏壓叫自偏壓 電極上的偏壓 電極上的偏壓 電極上的偏壓叫V1 自偏壓能在較小的電極上所形成的負偏壓 所以自偏壓是個負的數字 自偏壓是個負的數字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電極面積是對勝的 你沒有額外的自天壓 而是沒有額外的負天壓的話 你的電位差 因為一般電腦就直接接0伏了 那再換你的總電位差就是V1 而你今天如果電極變了 變得更負有了自天壓V2 那總電位差就是V1-V2 所以這裡不是電量接低 就是直接什麼呢 直接是V2就直接是自天壓 或者是說什麼呢 V2就是自天壓 這樣就是V1 為什麼要寫成這樣 好 這裡大家不用理他 我們重要的是觀念 我們要知道為什麼這樣做就可以了 這些名詞的V5是重點 重點就是什麼呢 你要知道 直流天壓的來源是什麼 是來源來自於電量裡面的 比較輕的電子附作在槍裡 或是附作在電子所造成的 電位比較低 的低電位 那跟電量裡面的電位相比他高低 這樣就產生一個直流偏壓 而這個直流偏壓呢 可以藉由電子的數量越多 造成電子密度越高越來越利 可是你要造成電子密度越高 沒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打更多的電量出來 更多的電量出來 就產生更多的電子 你就可以這樣呢 讓你的電子密度更高 讓你再換你的直流偏壓就會越大 那另外一種就是這樣呢 在電量改變的情況下 你可以讓你的電極變小 電極變小 導體的作料有幾下 幾點 第一個 離子轟擊 離子轟擊可以用在 薄末沉積 也可以用在石刻 也可以用來什麼呢 控制薄末移民 好這個地方回到這邊了 講完電章之後 我們現在要講電章的用途了 電章的用途 源自於電章的三種工狀 電章的第一種工狀是離子化 離子化的目的是怎樣呢 產生離子 而且在離子化的過程中 除了產生離子 並且還會怎樣呢 還會形成直流偏壓 這前面講過嘛 你產生電章之後 產生很多離子 就產生很多的電子 產生很多電子 就會產生所謂的直流偏壓 就會翹成電位 所以呢 就會產生什麼呢 就會有出現什麼呢 出現離子風景 出現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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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末成績,這個成績呢,用在哪裡呢? 就所謂的箭度,Sparkering Sparkering 稱之為箭度 什麼叫做箭度呢? 箭度可以給大家,我們今天放一個東西 這是上電機,假設接了RF 然後呢,這是下電機,接地 這是下電機 我們前面講過,你產生電漿之後 會發生所謂的離子轟起 離子會轟起,因為會有自貼壓,產生轟起 假設我建議你的氣質一樣起好了 它是多輕輕,然後呢,原子虛又很大 它又很大的,所以在風景的時候呢 很容易把下電機表面的材料給撞起出來 所以今天,如果你今天把一個你想要塗的薄膜 它的發材,它的材料 比如說,我今天把一個 我今天這裡,假設我放一個 我今天把一個金屬鈦放在這邊 我電漿裡面的,假設我電漿裡面是通壓器 那它就會撞出壓的離子 壓的離子是放直流 因為它做的,它會產生什麼呢? 離子風景 離子風景就會把這個鈦 從表面裡面撞擊出來 把很多的鈦原子撞出來 鈦原子撞出來 然後這個鈦原子撞出來之後呢 我今天這個地方 可能在這裡,也可能在另外一邊 我把我的金圓 Wafer 放在這裡 那為什麼表面朝下 為什麼表面朝下 我把我的鈦原子撞出來 撞出來 把它撞出來之後呢 這鈦原子 就在這個環境下 撞出這個薄膜粒子之後呢 它就會沿在金屬鈴面上 那漸漸的 我的微紋表面就會成金層 鈦原金屬層 也就是我想要將這個材料 將材料本身 從材料本身移除 然後呢 附著在哪裡? 附著在金屬鈴面 這個過程就稱之為 有劍度 為什麼叫這個劍 我不是很清楚 感覺是怎樣 東西丟下去 原子被 劍射出來 就好像你拿一顆球 丟到水裡 丟到一個 那個 小水 小水之後 然後水被劍出來一樣 離子撞進到 太表面之後 太原子就會被 劍射出來 劍射出來之後呢 狗到旁邊的 牆椅 或者是便吉 然後電子上面如果放金圓的話 這些人就會附著到金圓表面 那你金圓表面就會附著一個 一個太原子的基礎層出來 這個就稱之為劍度 那這個基礎層的材料 我們材料就稱之為靶材 因為它就變成火梨子的標板 我等於是你一直要打這個板 就要打槍一樣那個板 這個阿葛撞進這個板 那這個板的材料就作為靶材 所以 很多金屬火墨都是使用劍度在層級的 大部分的金屬火墨都是使用劍度成級 大部分的金屬火墨都是使用劍度成級 就是用磷子轟去轟擊快材金屬 然後把金屬原子從快材金屬 轟出來 轟擊出來之後 去沉積到金圓表面上來 臉狀在上面 這個就叫做轟擊 第二個 如果今天 這個叫建築 建築是這個 補過成績的過程 那還有第二個用途是什麼呢 用途是石科 怎樣叫石科呢 很簡單 如果今天我放的不是打材 而是金圓呢 我如果今天就直接把微粉放在這邊 那它就直接是怎樣 直接我轟擊我微粉最能力的材料 被打掉了 而我最表面的材料被轟擊 被打掉了 被打掉了 那就是石科了 原本我的金圓表面 新金圓 表面上面也錄了阿塞 而我今天阿脈下來轟 轟擊之後呢 我的SIO的分子就跑掉了 轟擊下來 SIO的分子就跑掉了 所以我最後呢 可能轟擊到 所有的阿塞 全部都被移除了 只留下這一個 那正向就是石科了 石科 那以剛剛的建築來講 所謂的建築型就是石科巴材 只是將巴材被石科的材料移到哪裡呢 建設到微粉表面 就在微粉表面 就叫成績 對於巴材叫石科 可是如果今天我把微粉放在下面的部分 那就變成是微粉表面被石科 所以他建築用度就是石科 那還有第三個用度是什麼呢 薄膜硬力控制 這個薄膜硬力控制是這樣子 那要先講其他的效果 嗯 還有什麼效果呢 不要忘了 還有液電的控狀叫做分解控狀 分解控狀的目的是什麼 產生自由基 產生自由基 產生自由基的目的是幹嘛呢 產生自由基的目的有兩個 第一個用做石科 第二個用做什麼呢 用做薄膜成績 那就要看你自由基的東西是什麼 一樣平行板 一邊接RF 一邊接地下電機 我微粉放在這邊 如果今天我的店家 產生的自由基 假設我今天產生的自由基是 我裡面通SIH4 又通N2O這兩個群 那我就可能會產生什麼自由基呢 我就可能會產生細的自由基 跟硬的自由基 而產生這兩個自由基呢 如果在心情源表面 他們就會發生化學反應 就會變成什麼呢 就會變成一層 SIO2薄膜 那這就是動作薄膜成績 自由基 化學反應 形成固體薄膜 這就是成績 那什麼時候是10顆呢 如果是10顆的話 是這樣子 那就是如果我今天表面已經有SIO2 假設我今天表面有SIO2 而我的店家所使用的氣體 如果是佛的話 F2佛 然後呢 金油店家產生佛的自由基 佛的自由基就會跟SIO2 產生化學反應 什麼化學反應呢 SIO2加上佛就會變成什麼 SIF4加2 O2都是氣體 都是氣體 都是氣體 那就會這樣子 你的SIF4就被10顆 變成SIF4跟O2 10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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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顆 12顆 11顆 12顆 14顆 18 observed 14顆 10顆 10顆 14顆 11顆 15顆 如果是用在沉積的話 剛剛講過 如果是用在沉積的話 都要再混合了 如果今天是用在沉積 也就是說這裡面是 矽網賽類跟N2O 然後呢 產生SiO突破在這裡 因為有賽類有矽跟氧的自由性產生 可是我們前面講過 這個產生是來自於自由性對不對 但不要忘了 前面講 當你發生電疆的時候呢 會有所謂的離子轟擊 而離子轟擊 它會破壞你的間接 因為它是轟擊 轟大力 它會轟碎你的 所以離子轟擊如果能量強的話 它又會怎樣呢 綁合過你 那如果離子轟擊弱一點的話 它會把你的結構給破壞 所以變成怎樣呢 即使你是使用這種 產生自由性的撫破成績 你基本上還會受到 基本的離子轟擊 而這離子轟擊的程度 會遇到什麼 就好像融面團 在融面團的時候 你是要吹打它 如果說你吹打 你打兩根斷掉 如果吹打還是比較輕的話 它會越來越這樣子 它可能會被打 它就斷掉 可能會越來越鬆 可是越來越鬆 會長很多斷電的時候 後面的自由就會跟你反應 你就會越來越緊實 越來越緊實 所以薄墨成績的過程中 這個離子轟擊的程度 是強還是弱 它可以用來改變什麼呢 這層薄墨的密度 它的原子密度會太明亮 如果你不怎麼轟擊它 它就是很受散 來我就反應 來我就反應 我就反應 可是如果我有轟擊的話 我會把你打得更致敏一點 或者可以說 我把你部分打斷了 打斷比較鬆散的地方 我會打斷 容易打斷的地方 又很容易發生化學反應 讓它變得越來越 密度會越高 而密度越來越高 當你從槍體的溫度 降到四分的情況下 它們的收縮力就會不同 原子密度越高了 它就越容易停脹 越容易收縮 那這個我會稱作為薄墨的硬幣 所以回到這邊來 所以離子轟擊 不只是可以用來建築 用來石刻 還可以用來什麼呢 薄墨硬幣的統治 這指的是 你電箱裡面的自由基 在做沉積的過程中 離子轟擊還可以控制薄墨的原子密度 而它的原子密度就會影響到 薄墨的膨脹系數 熱膨脹系數就會改變 而自由基呢 剛剛講過 自由基可以用在什麼呢 可以用在沉積 也可以用在石刻 如果今天你的化學反應 產生的複產物是固體的話 那它就是沉積 是氣體的話就是石刻 而自由基是 可以在比較低的環境 溫度環境下 產生比較高的化學反應 那還有最後一個募狀是什麼呢 激發生殖募狀 激發生殖募狀的目的是什麼呢 再看到這邊 第三個 第三個 低於衝突的發生殖募狀 重複裝 低於原子硬旁的發生殖募狀 揮倒出發生殖募狀 電漿裡面會發光 那電漿裡面發光 那到底可以拿來幹嘛呢 首先第一個優點是什麼 它發出來的光 可以讓你判斷電漿裡面有什麼成分 因為不同的成分 它發出來的光的頻率會不一樣 不同材料裡面的電子能接不同 電子能接不同 電子耀生出來所發射出來的光會不同 所以發光主要是用來判斷電漿裡面的成分 那知道電漿裡面的成分 它有什麼用處理 用處理大 用處理大 用處理大在哪裡呢 主要用在石科 主要用在石科 我們剛剛講過 所謂的石科有幾種 一種就是怎樣呢 直接磷子洪起 直接阿凱去磷子洪起 這是一種石科 對不對 它一種石科是什麼呢 直接片它會產生氣體的化學反應物 比如說佛 佛去跟它 瑞麗頭跟它擺力 也會產生氣體的東西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就來了 它有什麼好處呢 如果今天我用的是阿港 我去打SR2 我是SR2被轟擊出來的 被轟擊出來的 那照理說 我在看這個發光的時候 原本只有阿港的時候 我受到的發光 只可以看到到阿港的功力 可是當我SR2被轟擊出來之後 我就可以看到誰 我就可以看到 SR2的光譜了嘛 對不對 那假設我的SR2都被濕光了 當SR2都濕光之後 之後再轟擊會轟擊到誰 就轟擊到細了 對不對 那你看到的是誰 細的光譜 好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藉由判斷 SR2的光譜只要還存在 就代表有破破 那邊被完全濕光 可是一旦SR2的光譜消失了 那是不是代表SR2的破破 已經吃乾淨了 因為已經沒有再有 多的SR2出來的嗎 因為被轟擊出來之後 它就跑到電架熱氣體裡面 它可能就會再產生 激發生殖碰撞 所以 這個發光源 這個發光可以用它當作什麼呢 當作石刻重點 就是來判斷石刻完成了沒 而它這個石刻重點 弄的原理是什麼 它就是要看 你想要石刻這層材料 這層材料的副產物 要石刻這層材料 所以產生副產物 到底還有沒有持續發生 只要持續發生 就代表這部分還在 還是有相關的副產物產出 我就繼續石刻 可是一旦副產物消失了 那就代表什麼呢 這隻剝墨已經沒有了 因為你就沒有辦法 再產出同樣的副產物了 或是你力氣中的副產物 比如說我碰撞就是要撞出SR2 可是我突然發生 我撞出來 我已經撞不出SR2 我SR2的訊號已經沒有了 讓人來判斷 吃乾淨了 吃就可以停了 不要無資金吃下去了 不要無資金吃下去了 那如果是用佛的話呢 我就會產生什麼呢 我會產生SRIF4 跟產生O 這時候你要用誰去判斷 要用O 因為你是SRIF4的話 你SRIO2全部吃掉 你會繼續吃一點心 那還是會產生SRIF4 也就是說SRIF4的訊號 一直都會有 不管是吃SRIF4跟吃SILICAN 都會有 你用它來判斷就不準 你要用什麼來判斷 你要用SRIF4 你要用O2來判斷 你要用O2來判斷 一旦O2的負產物沒有了 你就要判斷說 啊 10顆終點到 所以你要抓錯訊號 你抓錯訊號 你就有不判 也就是說 當我今天10顆 我是B材料上面有A材料 我今天想要10顆是A材料 我就要去找A材料獨有的負產物 它的功夫就是用來判斷 10顆終點到的 就這個意思 所以你會看到 電降很多功能啊 它可以產生離職 可以產生自由基 還可以發光 而離職可以幹嘛 離職可以用來通勤 風情可以用來做 波波成績跟突然做10顆 更不要忘了 他剛剛講過還可以幹嘛呢 還可以控制波波的硬幣 還有 產生離職可以用來造 可以用來做離職補齊 也就是什麼呢 也就是餐長 可以用在餐長 離職可以用在 波波成績10顆跟餐長 還有波波的硬幣控制 而自由基呢 可以用做10顆也可以用做成績 而發光呢 發光9號錄是可以探斷 電降機裡面有什麼材料 而這個其實可以用來 應用在10顆重點上面 好我們這地方休息一下 這樣各位就聊一聊 電降有多過重要 電降的這三種東西 廣泛的應用在各大 馬丘裡面 很多製程 大部分製程都會用到 所以可以看到 波波成績要用到它 波波10顆也要用到它 餐載也用到它 那我們前面講過 半導體界界裡面的 四大Module有什麼 有Diffusion 有Etching 有Synfin 有Listography Synfin跟電降有關係 撥摸的成績當然有嘛 Etching跟電降有關係 有嘛 Diffusion 離職負職 也會用到 所以你會看到三大Module 都跟電降有關係 甚至連 什麼呢 Listography 都有關係 為什麼 前面講過 我們在上個章節才講過 圍形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材料 叫做光組 大家還記得嗎 Module Resign 光組 而光組去除的時候呢 你知道都用什麼東西嗎 我們前面講過 如果你使用液態材料的話 用溶液的話 你可以用硫酸 STN 硫酸加酸酸 但它的缺點是什麼 如果你裡面有金屬的話 它也會想到 因為有油酸會似合金屬 另外一次用什麼呢 柄酸 但是柄酸是有機物 柄酸是有機物 柄酸是有機物 有機物通常不會出現在前段之身 因為有機物 它容易揮發 它如果跟酸鹼碰到 會產生劇烈的話 就反應 所以在前段看到彼此這樣 不太會使用柄酸這種東西 那既然如此 那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去光組 前面講過 光組是一個長鏈狀的巨油物 裡面有很多的碳氫線結 有沒有 還有什麼東西可以好好去光組 養電降 養電降會產生出養的自由基 養的自由基 對碳而言會產生CO CO2的氣質 對於氫而言會產生OH 或是H2O會發掉 所以光組去除 現在在半島的世界面 光組去除最新使用的方法 養電降 養電降 所以這樣一講完 你就會發生到這件事情 四大馬球全部都會用到電降 沒有電降就要去死 沒有電降就要靠北靠路 所以電降怎麼重要 不要欺負了電降 好休息一下